大家好 我是茂迪系的老顽童周童达 前两天我在这个 头条看视频 看到有一个老先生 这位朋友呢 他在视频里 他讲说 过去生产队的时候 大帮轰 养懒汉等等的 都是 没有的事 因为他就是农村的 他也是从 想想那个时候 生产队的时候过来的 生产队那个时候根本就 没有什么大帮轰 也没有养懒汉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工作 每个人都很努力的 做自己的工作 他主要的 那个内容 他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 当然了 我看了以后 我就对 这位老先生 对他这个观点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 当然我也不反对 因为我不同意的是 他太绝对 他包括了一切 如果他说 我们那个村子 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 没有什么大帮轰 没有什么养懒汉 没有人偷懒 每个人都很努力 都很认真的工作 都做好自己的事情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真的很羡慕他 他们的那个村子 他们那个生产队 真的太好了 如果他只是那样的话 我没有什么意见 如果他说 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 这个根本没有 只是你们那个村子呢 还是全国呢 在我亲眼看 我所经验的就有 有很多人就没有 好好的做事情 大帮轰确实的 那些人没有好好做事情 他有的时候不但不做事 他还搞破坏 这是我亲眼见我所经历的 确实有的 我再讲一件小事 因为我那个时候啊 我们我在生产队里做工呢 是怎么样呢 我们那个生产队 他给我封了个官叫小队长 就是像我们这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 全都让我带着去做工 一派上啊 你们到那边去做什么去 你带着啊 你去负责 都是我去带着做 可是工分呢 他们那些 没有我做得多 是我带着的 比我还小的 凭工分比我还高 我甚至我觉得 我一个得领他两个三个 可是他的工分却比我高 啊 我非常的不服气 用平工分是咱们大家评出来的 那么我怎么做工 你们大家也看得到 你生产队长 你你派我去代工 十几个那个小孩子 都是让我带着领的去做工的 然后让我负责任 我带着他们 哄着也好 骗着也好 有的时候骂着 挤着压着的 就拼着让他们去做工 都说 做完了当中 我的工分比他们还低 啊 那个时候我们有的人赚四分 有的人赚 我赚四分二 但是我们一般大比我 甚至还小一点的 赚四分八 我不服气 后来我不干了 我说我不干 我我我我跟大人干 大人出地 我拿着厨子去出地 啊 因为那会正是出地的时候嘛 啊 另外也有两个 一起去的啊 有一个跟我 呃 比我小一岁 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啊 然后我们就不跟小孩子干了 我们长大了 不想跟小孩子干 拿着厨子去了啊 队长不让啊 你们不行你们做不了 我们做得了 为什么做不了呢 那好吧 你就旁边就有块地 你来试试看 你来出出看 那个时候那个玉米啊 长得大概一尺多高了啊 你要除了过关就让你去 结果除了我过关了 除了以后我就跟着大人做 但是大人做一天 是十分 我是四分二 可是他做一条龙 我也做一条龙 而且他做回来他检查我 检查我做的不好还不行 而且有的人做的不好他不管他不说 就是这样的情形 啊后来我的公分他慢慢涨啊 从四分二涨到六分多 然后涨到八分慢慢涨 最后啊 我才挣了成人的公分 啊那个时候我到 那年我大概十六七岁了 我已经挣八分多了 还不到十分呢 啊 有一次我们到我们村子 我们村那里有有有有 寺外都有河 那个河是跟海相通的 海里长潮 我们那里也长潮 海落潮我们也落潮 啊 我们那个河的南边也有地 所以说我们那次 我们是到河的南边那里去 去除玉米气 啊 因为我们做工啊 有一个习惯就是排 你你排到哪里就是跟着哪个 你一直就挨着那个人坐 啊 来来回回 做的时候他会输笼 比如说我们一共有二十个人 你是第几个 你就那一条笼 我还会排 你不能错 那天我们做了差不多 做了有三四条笼了吧 忽然就有人闹起来了 他就骂我啊 骂我啊 就说我做工 我不好好做 地头上除了两下 两边的地头都除了两下 中间没除 啊 除都没动 啊 然后我不服气啊 我没有啊 没有 就吵啊 闹啊 然后就排龙 看看那些没除的是谁除的 就一个在排 最后排是不是我 是另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 那个挣十分了已经 我那会儿挣八分多 然后当时闹得了不得要罚我 要这样那样 最后查出来不是我了 没人说话了 也不罚了 也不讲了 也不说了 没事了 当时我 很非常的愤怒啊 我非常的气啊 你为什么要赖我 我什么时候做工 会那样过 我什么时候做工 不是拼死力地做 比别人都做得好 后来慢慢的 隔了很多年以后 我才想明白 那个人可能他不敢说 他发现那个 发现那个人 是扛着厨头走的 因为那时候玉米很高的 那往里一钻就是一身汗 而且那个玉米叶子很华人的 如果你不穿长袖衣服 带我们那时候 我们有一种草帽叫 降普楼 带在头上的 你看那小兵张嘎 那个电影里的 那个小张嘎带那个是 是烂了 上了一个圈了啊 我们那个就是那样的 你你除头的时候 除低下头去 他他能挡那个玉米叶子 深圳也是一样 啊 如果你穿短袖的话 他把你胳膊都给你滑走 出血的会 那个玉米叶子也是很厉害的 往里一钻就一身汗 啊 那个人他地上 除几下 扛了除头走 然后他找两块地方 到外面找那个 有树荫的地方 躲树荫去 发现了他那样了 他才叫 但是他不敢说是他 他说我 他拿我来来打掩护 查出来是那个人了 对人也不说话 别人也不说话 那个叫的人他也不说话了 这不是大帮轰吗 这不是不做工吗 这种事情太多了 还有的人有点关系的人 根本都不做 找那个最轻省的事情做 工分比别人还不少赚 什么轻省做什么 年纪轻轻的 实在没有别的事情了 他看清去 看什么清啊 他不偷就好事 他又不偷你就得念佛了 他什么也不做 拿个镰刀就完去了 甚至他还不做好事情 他赚着你的工分 还什么也不做 然后他还不做好事情 多 不 每年遇到看清就是那几个人 别人是轮不到你的 因为那几个人坏 他们看清才能敢抓 别人不敢抓 但是他们抓谁呀 他们就是偷的人 不就是这样吗 那个举例子太多了 我今天只是简单的举这样几个例子而已 打帮轰 确实的 打锅饭就是那样吃 所以说吃的 人人都 都叫 都苦 没有饭吃吃不饱 人人都累 真的累吗 有的人累 有的人根本他什么都不做 他比别人还吃得饱 后来我们去赶车 拉秋 秋天 我们赶车 拉那个豆子 豆子装得很高啊 然后 我们拉豆子往回走 那些做工的人 已经都 离家也不是很远了嘛 那么高 年纪还大了 五六十岁了 让我们等等 他要坐车 我把车停下来 让他上 他爬到车上来 坐在车上 我在前头赶车很高啊 拿着鞭子 因为我们那个车是牛车啊 不是马车 前面呢 一般的就是两个牛 或者说 一个牛啊 两个驴子啊 这样子 等到了要歇车的时候 我去回头 那个老人 他坐那个地方 一片白刷刷的 他包豆粒 包那个豆子的 豆角 豆夹 包 他坐了一路 又牛车也走的 慢一晃一晃的嘛 等到他下了车了 回回头车 坐那个地方 一片白刷刷的 他做工 做的好不好 我们不说 那偷呢 肯定是 大干部肉 小干部偷 是人封个大夸豆 就坐车那一下下 他就包两把豆 立走 那不是吗 为什么那时候 早上干 晚上干 夜里干 干不完的活 那个老是农忙追着什么 农忙山丘啦 农忙春耕啦 那每天都忙 劳动力高得去 做的 老的也得去 少的也得去 你做不动重的 你做轻的 然后分田到户了 没有人忙了 全都闲了 年轻人出去打工去了 为什么呢 道理就在这摆着呢 你怎么能说是 没有那偷肩耍滑呢 所以呢 那位老先生 我不知道啊 也许他们的那个家乡 非常的好 民风也非常的好 不像我们那个 我们那地方 我们那地方 真是大干部肉 小干部偷 是人缝大夸豆 大夸豆还得是凶一点的 老实的 你还不 还不能去偷去 不能去装大夸豆去 还有的人 他就是想装他也不 不敢装 你装了抓住了 那就了不得 上大会上去批豆你去 各种各样的情形 就像我说的 有的人 他根本他就没好好做 扛出头袍 然后抓住他了 没人敢说他什么 我明明我努力去做做完了 还说是我没做工 大吵大叫的闹 抓住我就说我不做 我扛出头袍的 而那位先生 他们的家乡那样好 我很羡慕 但是你不能绝对 那我说的我们家乡 可能也不是每个村子都那样吧 那村子也有民风好 又春风好 春风不好的地方吧 我想着 我们那个村子还 他们他们那个 当然我们属于外姓 大多数他们还是同性的 那个村子的大多数全是同性的 像我们那种外姓的人还比较少的 那么其他的村子呢 各种各样的情形都有啊 所以说呢 我们看事情啊 不要说绝对 各地 各个时期 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风气 不同的气氛 很多事情它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经过 所以说我们不能一块咬定 某某事情就是那样 不一定 不都是那样 就像文革武道打死很多人 但是很多村子根本文革的 他也就是听别人叫 有的人他根本都不理 跟他们没有关系 根本没有什么的 可是有很多人 家伙人亡的也有 不是那样吗 你不能绝对说是文革 没有武斗 你也不能文革全都武斗 不是那样 你不要把什么 一下子就全部 全部概括 概括起来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 呃 情况 不同的情况 我们 都要分别对待一点 不要说话才肯定 不要一口气咬定 某某事 就是那样 这就是真理 我说出来是真理 不是那样 有的时候真理呀 真理有很多面孔 有的时候真理有很多面孔 真理的面孔都不一样 我们也不要把那个真理 就给他定死了 他就是那个样子 啊 就一定找着他那个样子 差一点都不行 也不是那样的 好吧 今天这个话题我就说到这里了啊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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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